大家好,我是叶子 每天用简单的食材分享好吃的家常菜做法 咱们今天用丝瓜来分享一道非常下饭的做法 首先准备两根丝瓜去皮洗净 然后直接把它切成菱形的长对 丝瓜比较容易缩水,可以稍微把它切得厚一点 准备一把粉丝提前用凉水把它充分的泡发 泡发好的粉丝把它剪成小段便于食用 然后把它捞出充分的控干水分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把豆豉 把豆豉稍微切一下,这样更容易激发出它的香味 豆豉不用斩得太碎 剁好的豆豉先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半个洋葱 把洋葱先切成均匀的条状 然后再把它切成大小均匀的洋葱丁 切好的洋葱丁先装入盘中备用 准备一个洗净的青椒先切成均匀的长条 然后再把它切成青椒丁 切好后和洋葱丁放一起备用 准备半根大葱切成葱花放入盘中备用 把适量的生姜切成小姜末 切好后和葱花放一起备用 准备适量的五花肉不需要太多 蒸的熟的都可以 把五花肉切成均匀的薄片再切成长条 然后再把它切成大小均匀的肉丁 切好后先装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稍微多一点的大蒜 把它拍至松散 然后再把它剁制成均匀的蒜末 切好的蒜末先装入一个大一点的碗中 后在里面加入适量的开水略微烫至 这样可以把蒜末表面的粘液去除掉 把它在碗中泡制三分钟 然后控干水分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把丝瓜均匀的摆入到盘中 再把控干水分的粉丝放入到中间 粉丝的表面可以淋入一勺的食用油 然后把它放入到蒸锅中 大火蒸至五到八分钟 接下来把锅烧热后加入适量的油 油热后把控干水分的蒜末倒入锅中进行炸制 用中火把蒜末炸至到表面金黄 炸至到没有水汽可以明显闻到浓郁的蒜香味 这个时候再把它捞出控油装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在锅中留少许的底油 把切好的五花肉丁倒入锅中进行煸炒 在炒制五花肉丁的过程中稍微多煸炒一下 充分的煸出肉丁中多余的油脂 肉丁炒制到焦黄的状态 再把准备好的豆豉添加到里面 把豆豉稍微在锅中炒出浓郁的香味 再把姜末和洋葱丁添加到里面 洋葱有清甜的口感可以中和豆豉的咸味 把洋葱在锅中稍微煸炒至透亮的状态 这个时候在里面加入少许的料酒去腥 再加入少许的生抽增加负荷的味道 把它充分的炒匀炒出浓郁的香味 然后在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 再加入少许的白糖 加入少许的盐和鸡精 把汤汁在锅中充分的烧开后 再把青椒丁和葱花添加到里面 把锅中的食材翻拌均匀后 用中火烧制3-5分钟 尽量把锅中的汤汁烧制到浓稠的状态 烧制好的豆豉酱先把它盛出来 装入碗中备用 做好的豆豉酱也可以拌面条 非常的入味 接下来把做好的豆豉酱 直接淋入到蒸好的丝瓜和粉丝上面 把炸好的蒜末也均匀地撒在上面 然后盖上盖子再继续蒸2-3分钟 煮锅后再撒入适量的葱花增香 这样一道非常简单又入味的 豆豉酱蒸丝瓜我们就做好了 我是叶子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哦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